小小瑜這個樣子大家也看了好幾年 對不對 已經有點習慣 但是我要讓他又恢復他年輕的樣子 然後又顯瘦 然後又有今年秋冬的流行的元素 好 所以我要一樣是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小小瑜 是什麼樣的服裝跟我們說一下 很大膽喔 我會幫他 比如說選擇一個像這種 我其實蠻推薦肉肉女穿的 這OK嗎 這OK嗎 你怕穿Legging 這看起來很瘦耶 老師,你要讓他穿Legging嗎 這個是一個Legging 上面假裝是一個襯衫的下板 對 然後你再找一個長板的上衣 把它組合在一起 這個不會變胖 不會 我們讓小小瑜試試看 怎麼可能 而且這麼厚喔 他最怕很厚重的衣服 對啊 如果穿得好看是很可愛 對啊,我們來讓小小瑜試試看 真的 他沒有穿過這一種的吧 OK 好,接下來這個小小瑜的換裝完成 歡迎小小瑜 天啊,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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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年輕的感覺 真的有找回來 是不是 而且這個裡頭完全 完全給他露出來 因為他最想到這邊露出來了 因為他是一個假兩件 事實上 下面居然是這樣子的心情 他有點像是那個襯衫穿在裡面 感覺像穿個裙子一樣 而且你穿平底鞋還是好瘦 好舒服啊,穿這樣 對,我快跑了 好,覺得開心啊 去哪裡快 太年輕 年輕20歲 對啊,穿平底鞋都好瘦喔 對,我高跟鞋的話就走路都會這樣 站上去 對啊,很好看 不是吧 你這樣很有你原來的樣子 對 而且這樣很像很噁心 然後我覺得這件衣服很厲害的就是 它看起來是兩個層次 可是裡面,因為這只是領片 所以它不會太厚 它不會是真的是一個襯衫跟一個毛衣 我覺得我會看起來比較壯 但是男生會對它覺得說 這個毛衣裡面感覺像是很瘦的身體 對,這反而是更性感的 而且背後看一下 而且你看又是重點 屁股 這個地方屁股修圓的 這邊修的是圓的,對不對 美人家這種感覺就是 就是男生最喜歡看女朋友 穿他們的襯衣 對啊 對,會有很多俠俠 而且你不覺得這樣好自在又舒服 然後穿那個機師 對 踩那個鞋子真的很不舒服的 很緊身 所以我想跟他約會耶 這樣很適合 坐人家的摩托車去陽明山 就比較自在 而且這樣子 也不會覺得肩膀很寬 不會 不會 很適合他 因為他那個 就是假兩件其實幫了很大的忙 因為假兩件可以讓他的身體的 比如上半身的位置分成三等分 就是肩膀一等分 然後頭下來這一塊一等分 肩膀又一等分 然後變成三等分 他人就會變小了 而且我覺得老師最厲害 他選這個領片是尖的 對 我很適合就是很尖的領片 對 不然就是臉會太圓 好修飾啊 明中老師,你到底有多少胖子朋友 你 因為我本身也是胖子啊 所以我就非常地在意 你真的很在享受這一塊 修飾身心這件事 對 我又來這裡許願池許願 真的 張歆瑜時尚大改造後 竟如此受眾人歡迎 而簡單的腳兩件單品的搭配 竟能有如此的效果 就知道只要慎用搭配技巧 肉肉女 其實也能有春天哦 而在看完三位女藝人的改造之後 想必大家都很心動 然而 除了換穿搭造型之外 還有什麼顯瘦小物可以做搭配呢 我自己 因為我臉比較圓 所以我如果戴眼鏡 我就是一定不會戴圓的 對 戴方的 對 但是我每次戴上這個方的 都會有色情感 想不到為什麼 對 蠻好的 你那個 色情感真的有一點 AV片看太多 因為我們有一些片子 大概都戴這些 對啊 就會有 限量在你教室的一種 他有威嚴耶 蠻好看 因為我們臉比較遠 沒有 沒有有沒有色情感 你的書卷感比較遠 我覺得 也是有一點沒有 我覺得是眼睛的問題 這眼睛很厲害對不對 為什麼 那種歇許 歇許 歇許 是不是這個眼睛搞鬼 牙筒 我下次拿紀片給你看一下 有一陣子很流行 類似徐志摩那種造型眼睛 原的 然後我戴起來很可怕 然後我自己很簡單就是 我要嘛就不戴飾品 因為我不戴小的 就是我小的飾品會 然後因為我沒有鎖骨 所以我也不會像日本女生一樣 戴那種細細的鏈子 所以我要嘛就是 比如說很大的項鍊 這一種很大 很單純很大的項鍊 對 不然我就會是 我也不會是圓的耳環 對 都會是往下拉的 然後 腰帶是必備的 特別是那一種 比較挺的腰帶 對 這個要 對 我就是這種腰帶 有腰身的就會看起來瘦 這有腰身 我的撇步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妳本來想要扎腰帶嗎 沒有啦 就是我自己如果平常 沒有那麼富 沒有穿那麼多 複雜的時候 我通常 太多了 就會加一個腰帶 就會多了 但是在這個衣服上 就是有點多了 這個 中間拉一下 OK 好 好 好 小小瑜妳的 小小瑜呢 像我因為 這種領片真的太適合我了 但是不是每一件衣服都有 所以我就去買一個假的領片 這可以加在就是 一般的洋裝 或者是T恤 白襯衫上面 無聊的T恤加上去 怎麼加啊 掛著啊 像這邊有一個小扣子 對 雖然呢 她這樣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如果原臉 這是影片啊 我怎麼看不到啊 原臉的人會線條比較拉長 可是如果是很尖臉就不適合 會看起來會更尖 然後這個很多韓國明星都 不知道為什麼她感覺到脖子好長 那是不是她的臉型 可蘭脖子長啦 因為她的臉型跟我臉型不一樣 可蘭可以加入長頸部 所以這樣的影片是什麼臉型可以用 肉肉臉 圓臉 下巴短 然後最好是配素色 比如說白襯衫 或者是單色的 不要再有那個點點啊 會太花 會太花 OK 好 那可蘭呢 那小小魚還有什麼別的嗎 呃 因為我 我蠻喜歡 就是有時候加一些垂墜的東西 然後像我穿很多黑洋裝 會很無聊 所以這個的話 就會把顏色跳出來 然後比較修飾 然後有時候 如果小腹很胖的人啊 可以這樣遮 就遮住小腹 我覺得你剛剛那 又是被一弄這樣 對 因為 其實是這樣 長的這個絲巾 其實 搭配性上來講 它其實比較單一 因為它的長度太長 所以東方人來講 尤其是台灣女生都比較嬌小 反而要選 短一點的 方一點的 它才能夠變化出 很多不同的造型 長的就是保暖就好了 要選擇是保暖 然後像飾品的話 我發現如果是 比較大的 對啊 比較大的 就會顯得手腕很細 大的錶 就是如果 我戴那種很細的那種 鏈子的錶 看起來手就會很粗 但是如果是大的話 看起來手就會很細 但美人姐本來手就很細 那她手法還是太細 對 然後這個 因為是金色 就跟膚色滿類似的 所以其實它會有 延伸的效果 然後它雖然 不會有華麗的造型 但是很好搭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可蘭的 因為就是我喜歡 就是像 它可以讓整個視覺感 這邊看起來中間 比較瘦一點 對 你看看 看得出來嗎 現在看得出來 看不出來 等一下 我有問題 我真的看不懂 對不起 我真的看不懂 為什麼女生在掛那種 長長的東西在身上 我覺得沒有加分 這邊的線條才會拉長 可是因為可蘭 你的臉已經很窄 然後脖子又長 千萬不要再戴長相簾 好 長相簾 我覺得女生那樣 小小的一顆鑽石 或是Tiff你那種 應該就很好看 那個是瘦的人 不行 那個要很瘦 很薄 像我們這種女生 對 縮骨鏈 也不是一般人可以用 有很多人有 我們沒有鎖骨 我們沒有辦法戴 然後還有像穿在裡面的 像一般 剛剛就是像小宇之前 是比較透明的絲襪 但其實我比較建議 大家穿這種比較厚一點 然後而且是有單數的 就是你穿起來還會比較緊 像這種 像也有分長的 然後也有短的 像短的啊 長的 一雙穿起來都要大概 花五分鐘吧 因為你要慢慢拉 這很緊啊 超緊的 可是這是我之前 在機場工作的時候 空姐推薦我 他說你長時間 穿高跟鞋站著的時候 一定要穿這種 防筋脈曲張襪 才不會讓腳筋脈曲張 所以穿起來 其實它就會有一個 縮腿的效果 所以你有時候在飛機上 看空姐的腿都 很漂亮 是因為他們會穿襪子 OK 還有嗎 有 然後像這個就是 就是一般現在外面的縮身衣 都是整身比較多 那這就是拆開的 那這就是提臀褲 局部的 對 就是提臀褲 然後現在看到米萱穿 最近就一點都沒有鋪倒啊 沒有沒有沒有 就想先自己 先喝醉就算了 過了就過了 它已經是人妻了OK啦 對啊 幹嘛這樣 那沒關係 下次來做個內在門好不好 好好好